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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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那我今天是很幸运的 总共拿到五个完成了 那你拿到康乃星之后 这个他就算你完成任务 他不会去把它删除掉 那这个康乃星你可以留着来使用 然后使用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获得是龙之珍珠 或者是有时候会拿到那个战斗 战斗强化的卷轴 那这个都是有机会去拿的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拿到康乃星之后 如果你没有使用的话 他完成任务之后会 好像会自动消失 或者是隔天的话他会自动消失 反正有一个时间他会自动消失 那建议你就是拿到之后 就把它使用掉 那使用掉他的这个累计啊 他的技术啊 他是不会去消除的 也就是说你拿到一朵他就算一了 他不是根据你的道具栏位去算 是你拿到一次他就算一 所以的话应该是隔天啊 隔一天他就会去把它清除掉 那这个活动呢 基本上玩法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说到时候台版推出的时候 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可以用一些增强的道具啊 比如说战斗强化卷轴 或者是这个牛排 或者是你去吃龙珠 去增加这个打怪速度都可以 反正你只要赶快越快去 完成这个任务越好 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活动的介绍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 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 按下订阅按下喜欢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